哎,那个,很什么呀,很遗憾啊,刚才慷慨激昂的录了好久啊,结果刚才才发现应该是我这个这个这个麦克没开啊,电脑的麦克没开,所以有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今天有点慌乱啊,因为今天起的有点晚啊,但是没想到寒闪,起的晚不好呢,起的晚就比较吵,因为边缘也都起来了,所以 我一直说这个,就干,最好早起,最好早起,我们今天接着录这个,录这个查案,录这个认证从业的十大坑的第六坑啊,第六坑,呃,审核,就是说这个机构啊,优先把一些单子啊,他排给一些好的单子啊,就是排给一些老审核的人啊,这种烂单子啊,或者这个其他老师不想去的项目啊,呃,排给这种新人是吧,好吵,我特别怕吵。 呃,排给这个,呃,新人啊,所以刚才我说了好多啊,现在再说一遍挺没劲的啊,呃,首先两方便嘛,一是你新人去啊,你肯定得 好咬是吧,咱们,媳妇熬成婆嘛,是吧,不可能一去就过去当婆婆,是不是啊,就这手画的,那不可能是吧,你再牛的人,你刚去了,你也得慢慢出去环境嘛,是吧,啊,因为总有这种所谓的,呃,顽固失利嘛,是不是啊,老审核员站在这儿,呃,呃,所以很正常啊,咱们,咱们说很正常,呃,要有耐心。 另外一方面,呃,呃,就慢慢你熬,等你熬成婆婆,是不是,不就好一些了吗?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,呃,你要多考体系,是不是,老审核员,他有的没有体系,没有那个体系啊,你把它考出来背着啊,是不是,呃,背着,啊,一旦说这个机构用的时候,啊,那你不就是只能找你了吗,是吧? 首先,首先,还是喜欢你,首先,你自己的有这个,反思,或者有别人没有的东西,人家才用你,对吧,你有别人也有人,别人凭什么,把这个好东西抵你,是不是,啊,你又不是这个老板的亲戚,对不对,你又不是老板,对不对,啊,所以大概就这个情况啊,因为刚才,哎,说了一遍了,不太想说了,嗯,好吧,就不说了,我还得录个别的视频。 好,那个,我们再,再录一个这个,关于我们这个复习体系啊,也就是复习课程的一个宣传片吧,呃,因为隔几天我就会更新一下,因为我们课程在,不断的去调整,不断的更新啊,所以我们这个,呃,宣传视频啊,也会持续的更新,呃,是这样啊,因为目前我们只招收这个,呃,一次过五科的学员,啊,或者一次去报五科的学员,呃,一次报一科两科的,我们目前是不招收了,呃,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,目前我们这个, 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,呃,呃,一个特点吧,是吧,呃,我们的课程体系啊,因为是,学员都是这个,一次啊,一次过五科的,啊,当然现在还有一些这个,单科或者两科的学员,啊,当然我们,呃,目前已经是只招这个五科学员了,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课程体系里啊, 我更多的喜欢把它叫成一种复习体系啊,我们把五科的界限,我们把它去,呃,去把它拆掉,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啊,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,啊,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,呃,还是咱们说的啊,因为咱们这个,呃,复习啊,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,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啊,并且,我一直强调什么,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考试啊,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是吧, 啊,啊,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的,啊,考个这个两年三年的,没什么意义,啊,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,呃,考试的次数增加了,是吧,但是你,呃,你要想到啊,就每一次的考试啊,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,每一次的竞争,你总比别人晚这么个两个月,三个月,是吧,啊,日积月累,你比别人晚的可能就十年八年的时间,啊,所以还是那句话,呃,指针朝夕,啊,我们既然做,啊,就一次就把它做完,把它做好,啊,在整个的,呃,因为审核员的考试, 这个人,审核员的这个考试啊,它只是,呃,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,啊,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,如果说你再入这个门槛的时候,就已经比别人慢慢拍了,是吧,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,越来越慢,啊,就是道理啊,呃,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啊,也就非常,啊,坚决啊,非常果断的啊,我们只招这个,呃,一次过五课,啊,一次想考五课这样的学员,呃,所以,还是那句话吧,呃,我们,呃,呃, 努力啊,努力就把这个速度啊,提起来,把效率啊,让它更快,那我觉得只有这样啊,才能去,呃,更好的适应这个快速发展时代啊,否则的话,呃,被时代淘汰啊,或者被时代抛弃啊,这是时间的问题,呃,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啊,或者对这个体系啊,呃,感兴趣的话,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,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,呃,你可以,呃,问一些,咨询一些,这个,呃,课程相关的 问题啊,但如果不是那个,呃,课程相关的问题啊,就是,是这样的啊,因为,呃,有人加了我啊,他也不是为了报名啊,呃,也不是为了,呃,参加课程啊,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备考体系啊,呃,他更多的是,呃,为了问一些问题啊,你说,问我问题啊,我又不能回答啊,甚至求着讲啊,我又不能说不答,是不是,不答的话,你肯定觉得,呃,这个李老师怎么这样这样,是吧,不好,呃,所以我们 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啊,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关于注册室员考试啊,呃,考试啊,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,你可以加到这个QQ群里啊,我每周,目前我的进度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啊,你在公益讲座上问啊,呃,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,呃,加我的微信啊,然后问来问去啊,说实话,我目前走的经历是在这个,课程的学员身上啊,我没有那个经历去,呃,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,你可以加这个公益讲座的QQ群来问我,呃, 呃,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,呃,哎,观众们回去,呃,报名的话,你就加我这个个人的微信啊,如果说你就是,呃,问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啊,你可以问,没问题啊,但是仅限于你在这个公益讲座上问,啊,大概就这个,这样一个,呃,一个安排吧,呃,别的也没有什么,还是这句话,就不管你报过报名课程啊,不管你跟随学,加快速度,当然还是那句话,呃,报名我们的课程啊,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方, 非常多时间啊,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,对吧,就是个道理啊,当然还是那句话,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,呃,只能去挑选,呃,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,呃,最优秀的啊,就是整个,整个行业里可以说的最优秀的学员,就这样道理